所以一定要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你真的很容易 其實你要思考的是 你的蛋白質是 了解 那我吃到七份還是會瘦嗎 會啊 真的喔 如果這樣子講出來 好像吃這樣會很多 還滿不錯 排骨便當的排骨幾份 排骨便當的排骨大概是 一份半或到兩份 因為現在 現在越來越薄了 現在越來越薄了 以前其實大概是三份 但是這幾年我在評估的時候 我真的發現 真的 挺多到兩份 對 所以我們蛋白質當然 也不要太憂慮 說它那麼少那麼少 其實是OK的 對 來 謝謝婉萍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最後一樣 這個解肥的方式 包括了反覆的減重 一下大吃一下又不吃 還有就是省下了正餐 吃蛋糕或者是炸雞這一類的 通常上班族是六日的時候大吃 然後一到五就很克制 對 可是我覺得演藝圈的女藝人更是 尤其事實上 我之前 我記得我拍一個電影 然後那個導演跟我講說 你在這部電影裡面 你會要穿比基尼 你可以接受嗎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 誰是誰會想說 什麼時候要拍 比基尼的 這麼期待穿比基尼 我都不敢太吃 尤其拍戲叫他吃便當 對 然後就每天問說什麼時候要拍 然後終於知道日期了 我前兩個星期就開始 又不敢吃了 就密集 對 幾乎有時候一天可能 就是只要肚子餓的時候 便當來了 大概五顆米 有吃到感覺就 好 有吃到了 青菜只要吃個一兩片 然後肉是一小口 然後一直到前三天 幾乎就只要喝一點點水 而且水還要控制 讓自己要有點脫水的狀態 對 不能夠大水飲食 不然說水 因為那個肚子 才會整個緊實 對 就是要有點脫水 才會緊實 鏡頭上看才會很瘦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只要拍完電影之後 狂吃 你知道一餐吃到 撐到一個 你知道肚子就整個變得超大 覺得很美 導演說那一幕沒拍好 明天要重拍 明天要重拍 明天就在開始 明天我這也是重拍 我真的是整個殺青絲 我真的是覺得完全大姐放大 就狂吃 然後那時候體重 其實本來已經瘦大概兩三公斤 馬上反撲回來之後 比之前更重 當然 對 比之前更重 之前也是這樣 就是因為就是在減肥 然後就平常就是覺得要克制自己 然後其實很安分 然後吃得少少的還滿健康 然後就是因為姐妹們 就很愛約下午茶 我覺得女生就有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哪一家下午茶好吃 一定要吃 而且約的下午茶 都是全部是甜點以重心的 大家不是很喜歡鹹食 然後我就是那時候想說 OK 好 我這個禮拜都很乖 那今天就是可能一個週末 我們要去吃Buffet 然後是甜點 就一整天不吃 那一整個上午不吃 因為我們是約下午到晚上 然後你吃Buffet 可能差不多有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然後去那邊就狂吃 然後就是看到什麼就吃 其實吃到已經很飽了 都已經到這邊 而且吃不下了 還要吃 因為覺得這樣才夠 才夠本 那可是這樣子下來 其實我一個禮拜的努力 那天吃完之後 就完全沒有了 就完全泡湯了 透工了對不對 就完全沒有了 就變成是我可能就是 那個禮拜我減了0.5好了 吃完了我又回了一公斤 然後又脹了一公斤 然後就沒有意義了 然後再花一個月時間 再把它減回到那個程度 然後再吃一餐就可以了 然後加上我又是水腫體質的 然後就是很容易下半身水腫 其實我不應該吃這麼多的澱粉 然後糖類的東西 可是這樣子一下來吃完第二天 超腫的 就一個禮拜就是少喝水 然後就很重視水腫 然後就是吃了那一餐之後 第二天起來 就整個腿就像象腿一樣了 但是妳說 稍微肥回來了 那可能就是肥 但是有沒有可能 有複科的問題 有 有可能 要小心的就是 脂肪腮膜癌 腮膜癌這麼嚴重 腮膜癌症 裡面加個癌這個字 大家就聞來色變了 很癌症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子宮內膜癌 我們子宮是一個 倒離型的結構 它分成子宮頸跟子宮體 那子宮體它又分成 子宮內膜層跟子宮肌肉層 那子宮內膜層就是 每個月我們月經來 它會剝落 所以它受到賀爾蒙的刺激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當我們體內的 磁激素過多的時候 這個子宮內膜 它就會一直不斷的增生 那有些人 他沒有黃體素做抑制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過度增生 長時間這樣反覆過度的增生 就有可能變成子宮內膜癌 所以它其實 子宮內膜癌 它最大的危險因子 其實就是肥胖兩個字 因為我們的磁激素 它是一個脂溶性的荷爾蒙 它會儲存在脂肪裡面 所以當你的體脂肪過高的時候 你就無形之中 帶了過多的磁激素 這些磁激素都會刺激你的子宮內膜 就有可能導致這些風險 那其他的風險包括像是高血壓 糖尿病 或者是說沒有受孕過的女性 或是過早有月經來過晚停經 這些都是子宮內膜癌的高度風險族群 其實這個最常會遇到就是叫 對 大家有聽過溜溜球 就是越減越胖這樣子 對 然後譬如說我就常遇到 譬如說它可能是80公斤的人 瘦到70公斤 其實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開心之後不小心 它就是多了 又回到那個80公斤 那你就想 你以前從80變70的10公斤 這10公斤裡頭是有 對 三種 但是當你回來這10公斤 請問一下回來什麼 你如果回來水 你有沒有水腫 你回來肌肉 你有沒有運動 你哪來的這麼多10公斤 所以最後回來都是 10公斤的脂肪 對 那這10公斤的脂肪 就會變成 它就會像醫生說的 它就會在體內怎麼樣 刺激你的雌激素 其實雌激素有分兩種 壞的跟好的 所以它會刺激壞的雌激素 越來越多 所以才會讓你這個子宮內膜癌 的發生風險率會增加 雌激素 最終結束 是 所以 請問一下 ι